上个视频,我们解锁了木星结合点 这个视频,我们来做系列任务,新一谜团 这个任务是紧接系列任务被偷走的梦 我们要去中体渣,寻找中枢Semiris 寻找上一个系列任务中听到的一个神秘声音的人头 但在此之前,我们要帮助他寻找他丢失的手铺 跟着黄色任务点找到关押着手铺的监狱 打碎一剎叶,从这里的通风管道进入监狱密 解锁监狱大门,找到手铺 雷妈认为诸书Semiris对我们有所隐瞒 让我们去入侵这里的数据终端 使出安全运势,自己去发现真相 正是金库解锁的符号 取得安全运势之后,我们就可以前往彻底点完成任务 返回多路亭后,经过分析 连马表示我们提取的数据已经腐化 但是,他还是设法提取出一个收武特征的片段 奥迪斯执行特征分析以后 系列任务被偷走的梦中的那个神秘的声音再次出现 雷妈让我们再去寻找中枢Semiris 去发现他到底隐藏了什么 来到中巨站,快速移动到中枢Semiris 把他交谈,选择选项,我会加入数据 这时,我们会获得圣殿入门套装 提供了结果扫描仪和动能吸收陷阱 接下来,选择对抗选项,我想试试圣殿突袭 最后,我们就进入了圣殿突袭的教学关卡 完成这个教学关卡是后面的结合点配合之一 进入教学关卡以后,我们会获得10个结果扫描仪和10个动能陷阱 装备下结果扫描仪,使用它 可以发现扫描目标的踪迹 跟着踪迹,找到扫描目标 用结合扫描仪,扫描它身上的4个亮点 被精灯的扫描目标,会试图逃跑 靠近它以后,使用动能吸收陷阱将其定处 然后使用结合扫描仪,扫描其身上的4个点 扫描完成后,这个任务就结束了 回到中处Semiris这里 我们可以从它旁边的控制台 来,购买,结合扫描仪和动能吸收陷阱 吹两样东西各购买100-200个,即可吧 因为以后经常要使用 所以动能来点没关系 再次和中处Semiris这里花,选资选项 渴望着黑夜的白昼之夜 继续下面的任务 它要我们去火星沙漠替代 扫描三个沙漠枪兵 回到飞查后 先去军械库将结合扫描仪和动能吸收陷阱装备上 来到新竹导航 火星上所有闪的光的节点 都可以发现沙漠枪兵 Area比较喜欢去开破坏任务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自行选取其他任务节点 进入任务后 装备上截了伞门而已 寻找扫描目标的终极 当扫描目标在促进时 诸书Semiris会提醒我们 扫描目标也会被黄色的光标标示出来 使用动能吸收陷阱定住目标 然后使用结合扫描仪 来扫描目标身上的四个光点 扫描完成后 屏幕上方会提示扫描任务进度 Semiris也会告诉我们扫描目标完成 因为前面我们做了很多的自杀任务 黑影追猎者 也就是小黑会在任务中试图自杀我 小黑出现时屏幕会闪烁 之后小黑会说一堆废话 任务的警报等级会达到最高级 有大门的地方会被锁住 将我们限定在这个区域当中 之后小黑会随着一阵一阵的出现 小黑会解除我们试驾给自身的一些技能 如悟空的翻身等 他成功自杀你之后 就会离开 当你成功将他击败以后 他也会离开 而且会掉落一些武器蓝图 成功完成了三次沙漠圈兵的结合伞内以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下面的任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